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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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当你心情郁闷的时候 你就看看这群中二病晚期的修炼大佬聊天 你瞬间就能笑出声来 哼哼哼哼哼 好大家好 我是绝学鱼 最近网上有一种牛排 非常的火 很多大网红的都在带货卖 销量特别高 今天呢 无意买了这一款 替大家评测一下 今天请教我 排雷小王子 这款呢 是我在李佳琪的直播间买的 谁呀恐怖如斯 这款的售价是148块钱 里面有10块进口牛排 净含量加起来1300克 还送了酱料刀叉和一个锅 哇哦这也太划算了吧 冷静下来我们仔细的想一想 它真的很划算吗 首先商家它永远不会血亏 所以你呢也甭想血赚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很便宜 不光是因为它送了这么多东西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四个字 圆切牛排 可能会有很多人都被这四个字给整蒙了 因为它就是圆切牛排 那实际上并不是 它们的差距非常大 简单来说呢像这种整蒙牛排 它就是那种品质不太好的牛排 因为好的它们都作为那种 圆切牛排高价卖了 然后因为整蒙牛排 它的品质味道口感各方面 往往都不会太好 所以一般商家会对它进行二次加工 加一些添加剂呀调料啥味的 给它腌制一下 试图掩盖它的瑕疵 就比如说这款整蒙牛排 它的配料表上面就写了一大堆的添加剂和调料 如果是圆切牛排的话 它最多也就写个牛肉 所以想吃的健康呢 它的圆切牛排会比较好一些 诶 你怎么不说好吃呢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添加剂放得多 它就是香 现在呢我们就来尝一尝 看它到底香不香 OK 我们现在去制作一下 把牛排给它放进去 这个锅真的是太小了 勉强就煎一个牛排 它这个牛排呢 看起来肉质还可以啊 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差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行 讲真的它这个酱料还不是不涂呢 它吃起来就有一股方便面里面的酱包的味道 充满了廉价感 送的东西有时候太差确实有点自酱排面 然后这个口感说实话的话就是 它会比较的嫩 但是呢跟我之前吃的圆切牛排比起来的话 它这个真的还是差不少 可能它里面有加嫩肉粉什么玩意儿的 但是它这个品质确实是远远比不上那种圆切牛排 价格都差好多 我们看看这个横切面 真的口感 口感跟圆切的差太多了 它吃起来就没有圆切牛排那种肥美的感觉 抹油 那种牛肉的那种香 它也抹油 它有的只是添加剂的那个香精的那个香料的香 它没有那种牛肉的香了 但是如果只论好吃不好吃的话 确实味道还行 可以接受 但是它没有多么多么好吃 这两块不一样 一个是稀冷牛排 一个是肉也牛排 这个稀冷的稍微好吃一些 这个肉汁就感觉跟吃那个合成肉一样 讲真的啊 它这个肉汁如果跟圆切牛排比起来的话 就相当于是汉堡里面的那个牛肉饼 和真实牛肉之间的那个差距 我原本以为品质差一点差一点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差这么多 它跟那种圆切牛排的价格虽然说差了好多倍 但是没想到它这个味道也能差这么多 它这个添加剂多了之后 也没有特别香啊 反正是没有那种圆切的煎出来香 还是不太好呀 像这种已经调过的牛排 那大家最好不要煎那种七层熟啥玩的 直接全熟 七层熟 它不保险不安全 因为它经过二次加工了 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怎么玩的 国外疫情又这么厉害 这玩意它又是进口的牛排 是全熟的吧还是 自己买的牛排说什么也得把它吃完呀 不能浪费 夸张了夸张了 这个东西它完全还没有到那种吃不了 吃不下去的那种地步 总体的感觉就是还行 但是没有特别好吃 如果我不放它送这个黑胡椒汁的话 我觉得会好很多 这是我买的牛排里面送过最差的黑椒汁 没有之一 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添加剂 如果你非常的追求健康 或者说追求极致的味觉体验的话 像这种牛排它不适合你 如果你对健康没有太多的追求 不太在乎那么一新点的那种添加剂 也对极致的味觉体验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但是呢我个人的建议呢还是不太推荐 虽然说它便宜了 但是它的味道跟那种圆切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不如多掏个两三倍的钱 去买几块那种圆切的牛排场上 要早知道这玩意是这个样子 我还不如掏这个钱去菜市场 买点牛肉炖土豆呢 土豆炖牛肉它不香吗 OK就是这样呢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呢 可以点的时候来一波 顺便呢 别忘了点关注 数字三连 感到支持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